老龙,把天魔珠给我。 东海龙宫外,龟丞相对着东海龙王大声吼道。 原来当年,龟丞相派小海龟来东海龙宫取天魔珠,被东海龙王言辞拒绝。 几十年闭门不见,龟丞相懒得来找不自在,可是,如今不行了。 香柳的身体几经被枪炫毁掉,血液流净,骨头飞散,只剩元神还没有尽数散去。 他必须在香柳的元神彻底散开之前,用天魔珠将他的魂魄凝聚起来,再慢慢养他的血肉。 天上地下,只有龙王的天魔珠能迅速凝聚起散开的魂魄。 可是,天魔珠珍贵,五百年财产一颗,是东海龙宫的镇殿之宝,不论神鬼妖,从未有人能从东海借出来。 所以龟丞相才会对东海龙王说,他要什么都愿意换。 我说老龟,你这么大年纪了,管好你自己就行了,未像柳操那些星座什么? 再说了,这天魔珠也不是一定就能救下香柳。 东海龙王将归丞相请进龙宫,端上一杯茶,伺候地周到温馨,可是提及天魔珠和香柳,东海龙王却言辞拒绝了。 一来,是因为这珠子实在珍贵。 二来,香柳这些年在海底风头炽热,几乎要成为海底之王。 龙王嘴上不说,心里却不舒坦。 几大龙王对于让香柳活过来这件事,都不是很有热情。 尤其是东海龙王,他的儿子,小海龙仆丰,这几年神力精进不少,脾气秉性更是众人称道,是海底年轻的水妖中风头最盛的。 东海龙王为自己的儿子长远记,是很不愿意让香柳活过来的。 归城相见东海龙王没有任何妥协的意思,直到若是再这么谈下去,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 他必须拿出能诱惑龙王的东西,逼他交出天魔珠。 老龙,我知道你盼着长命百岁,你若把天魔珠给我,我便抽出身上的一根脊骨。 我老龟是这世上最长命的,一根脊骨便能保你长生不死。 丢掉一根脊骨,意味着龟丞相不再永生永世地活着,而是成为一个普通的海龟,会生病,会变老,会慢慢死去。 这样的条件,显然让龙王心动了。 就算香柳活过来,也就是废物一个,他一个枪炫的手下败将,也没有颜面在海底遗址气使了。 好,说到做到,龙王捋了捋下巴长长的的胡子,虽说神鬼妖都是长命的,可总有一天会老去,如今有了龟丞相的脊骨,他便能多活几百年上千年,帮助儿子蒲丰,称霸海底。 向柳,好孩子,一定要撑住,我这就来救你。 龟丞相捧着天魔珠,向向柳魂飞魄散的海岛游去。 海岛之上,一片肃杀冷记,无数死去的灵魂飘散着,吼叫着。 龟丞相拿出天魔珠,学着龙王教给他的咒语,开始寻找香柳的魂魄。 似乎是心意相通,天魔珠在空中转了没几圈,突然变色,一时间尘土飞扬,天地变色。 天魔珠爆发出红色的火焰,燃烧时形成了火龙卷,仿佛能撕裂天际,将一切化作灰烬。 向柳,向柳。 龟丞相和海妖们呼唤着香柳的名字,却怎么都没有动静。 整整三天三夜,火焰燃烧殆尽的时候,空中呼地出现了一点若隐若现的影子。 小海龟眼睛快,大喊一声,提醒众海妖。 看哪儿! 众妖立马围成一圈,使出神力,形成一个巨大的结界,将这影子团团围住。 几个年纪小的海妖,神力微弱,一会儿便坚持不住了。 天魔珠很快便燃烧尽了,结界内仍然没有清晰的元神凝聚,众海妖垂头丧气,手上的神力却没有收回。 龟丞相逐渐失去了耐性,他可以为了香柳去死,可是不能连累这些年轻的孩子们。 听我命令,准备收回神力,结束结界。 龟丞相无奈地下令道,不,不行。 没想到海妖们竟重口一词,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 香柳救过我的命。 香柳传授予我神力。 龟丞相执拗不过,只得继续坚守。 伴随着尖锐的呼啸声,火焰忽然化作无数尖刺,冲开了结界。 海妖们皆被冲倒在地,皆垂头丧气。 海岛上又恢复了死记,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,谁也没有来过。 年纪小的海妖几经忍不住啜泣,发出轻微的哭声。 龟丞相更是懊恼绝望,若是天魔珠都就不了香柳,怕是嗨嗨,呼的,不远处传来一声细微的叫声。 那声音细小虚弱,却非常熟悉。 是香柳的声音。 老龙,你这个大骗子,你竟然给我一个假的天魔珠。 龟丞相的请殿里,他对着东海龙王大声吼道。 原来自海岛将香柳的魂魄带回,经过多日的施法,终于能与肉身结合。 可是,不管耗费多少神力,魂魄始终没有回应。 龟丞相变认为,东海龙王使坏,给了一颗假天魔珠。 东海龙王懒得理他,来到封印的魂魄前,透过与天魔珠的共振,看清了封印中的香柳。 他的魂魄几经凝聚整齐,七魂八魄,却有散在各处。 魂魄还在,肉身也完整,只是他不想活过来而挤。 龙王将香柳的情况据实报来,龟丞相冷静了下来。 这可怎么办?这可怎么办? 陈荣君覆灭,那大荒尚的姑娘也不知所踪,向柳定氏没有牵挂,毫无求生意志了。 龟爷爷,您快想想办法呀。 海妖们着急地跑到龟丞相面前,不住地摇他的胳膊,有些粘碎小的海妖,伤心地瘫软在地上。 龟丞相反手摆开孩子们的手,一边嘟囔,一边摇头。 这可怎么办?这可怎么办? 东海龙王起身,叹了口气,捋着唇边的两搓龙须。 我说老乌龟,我把天魔珠给你,几惊人之一惊了。 这像柳活不活的,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,我是不管了。 颜霸,化作一条九爪金龙,呼啸而去。 龟丞相围图清静,将一帮小海妖全部赶了出去,自己独守着香柳的肉身。 孩子,你真的不想活了吗? 这海底的童族们,你也不在乎了吗? 自那天以后,龟丞相日日在封印前和香柳说话,却始终得不到回应。 红江。 这一日,龟丞相正在煮茶,脑海里忽然跳出来一个名字,红江。 他救了香柳,他给了香柳活下去的理由。 龟丞相并不知道,香柳毫无生意的源头,是因为他看到了小妖那一封决决无情的信,只觉得自己在这世间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了。 他必须把红江叫过来,让红江放过香柳,放他自由。 龟丞相拖着老麦的身体,多方打探,避过了西炎王和浩灵王的眼线,终于找到了红江。 放过这孩子吧,他几经将命还给了你,还给了陈戎君。 红江如今几经隐居,自打海岛一战,陈戎君溃败,向柳身死,他几经没有继续战斗的意志。 听到龟丞相的话,红江忍不住流下泪来。 好。 他胡子几经花白,随着龟丞相,来到了海底。 看到封印内吸散的魂魄,红江缓缓说道,孩子,你为义父,为陈戎君几经做得够多了,为恩为义,你都可无愧于心。 孩子,义父几经年迈,陈戎君也几经没有回路,我只盼你能好好活着。 从今天开始,你不再是属于红江的项柳,不再是属于陈戎君的项柳,你只是项柳,你只属于你自己。 回来吧,孩子。 红江的声音颤抖,像是许久不见孩子的老父亲,在呼唤他的归来,龟丞相在旁边悄悄地抹了抹眼泪。 屋,封印内传来微弱的屋叶声,似乎是香柳在哭泣。 红江与龟丞相都听到了这哭声,赶紧迎上去,试图用神力与香柳交流。 可是屋叶声越来越小,只出现了那么短短的一会儿。